哈喽大家好,这里是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 anjscout插件亚马逊选品工具的一个使用介绍教程 我主要人Jack 这课中呢,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怎么在亚马逊聪明的选品 呃,其实大家都知道 想要做好亚马逊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们Wordpress花园中呢,有两款工具是供大家选择 第一个是这个Drungle Scout选品工具,也比较有名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的anjscout选品工具 其实这两个功能呢,你说谁会比较厉害 这个不能下一个结论 就是苹果手机跟安卓手机这两者的差别吧 那秉择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态度 那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是anjscout 如果说你想用一下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Wordpress官网这里 通过在这地方找到anjscout的这个目录 点击这里就可以试用了 首先我们是有这个anjscout的这个测试试用的一个版本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它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用 随便把这个过程呢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有什么功能 然后后面的话就在后台展示给大家看 首先看这个是官网的一个介绍 它跟迪士尼红牛还有戴尔合作 其实看起来是实力强悍的对不对 我们就往下看它为什么用呢 就第一它是可以帮助你找到高利润的产品 在亚马逊上面嘛 我们都想是找到高利润然后进程度低 需求高进程度低的一个产品嘛 然后呢它为什么可以帮我们找到这个产品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看某个产品的一个趋势啊 一会我给大家看看那个趋势 同时它会基于它的这个大数据来对一个产品 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分 为什么会有个评分呢 如果说没有评分的话 像我们光是看很多这样的数据和这种图表 很多新手它其实不懂怎么看 所以这个工具很贴心的有个这个评分机制 虽然说这个评分好不好 客户客观这个我不太有把握 但是呢好像赚哥哥是没有一个这种综合评分的 所以它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直观的一个参考吧 回头我们可以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分钟 跟大家讲一讲 同时呢也可以追踪其他卖家 也就是竞争监控你的竞争对手这样子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工具都有的功能了 像我们之前SCNRush讲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个功能的啊 同时第五点就是它可以计算利润和费用 这个的话也是个有趣的小功能 但是我就觉得个人觉得一般般 因为计算不计算 其实无非就是帮助你可以做一个定价的决策而已嘛 但是有这个的话就会省去了什么FBA价格成本计算的这个流程 也挺实用的只能这么说 后面呢最后有个第六点就是可以来预估一下 一些某些细分市场的一个之后的一些下部的潜在情况 这个到时候 呃等正操作的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了 这一款叫做ANJ Scott Proud的这个插件哦 它可以在九个亚马逊站点上面做一个选品调研嘛 德国站点美国站点英国站点 呃 加拿大站点就如此类的 这国企我也认不全 也也认不全 反正大家知道它是有九个站点 同时它还支持网页版 网页版也就是这个谷歌的这个Chrome的一个版本 回头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Chrome Chrome版本怎么怎么操作 其实很很方便 呃这个网页版也超级有用啦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所谓的跨电商成功的卖家 也都使用了这一款产品帮他们做选品 这个这件事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大家可以去谷歌一下 那在这节课中 大家其实就是可以一个直观的了解 我们这个ANJ Scott一个插件的介绍 关注我们Wordpress花园 呃我们之后会继续跟大家讲 如何来使用这个插件软件 来帮助大家做亚马逊选品 然后实现大卖这个梦想 我们是Wordpress花园 我们关注帮助国内的卖家聪明的 用数据来做市场海外营销 我们下节课再见 Goodbye